今天要去燕湖啊 嗯 这么大的就去燕湖干嘛 大家好 我是蓝亭老羊头 这里是浙江月清燕湖景区 刚才我们那个 进了个景区那个门口的时候呢 工作人员说 这么大热的天去燕湖干嘛 是啊 现在是7月份 天很热 太阳也很晒 这个 我不知道 这是维雨铺 燕湖里面的维雨铺 我们四个人呢 从龙佳乐打车到这里 从乡影头那边过来 20分钟吧 然后打车到这里 趴这个燕湖山 燕湖山 它燕湖是在那个海拔990里 那个上面 相当于天池 嗯 我们是那个南京的户外俱乐部 50个人 只有我们四个人过来 因为爬这个燕湖的话 强度还可以 这是楼袋铺 铺 这边我们就看到这两个铺 一个是维雨铺 一个楼袋铺 这个爬的话 我们是打车到那个山脚下 是11点35分 开始上山 然后爬爬爬 一直到那个下午4点40分 才到了燕湖5个小时 就是爬到快到山顶的样子了 这个是热青湖的大桥 相距有20公里 岳青湖 相当于跨海大桥了 那边是东面 这个燕湖日出是一个很有名的风景 那边是东面 太平洋 半山腰 快到山顶的 酷倒石 后面是悬崖 但是下面一个缓风还好一些 这个是继续往西面爬 它那个是从东往西过去 这个 其实我们当时不知道 这上 或者过去就到燕湖了 我们从来没来过 到这上面以后 事实上 看到燕湖了 好不容易爬上来了 这就是燕湖 不大 其实燕湖它以前古时候 有很多这样的 不都是火山口 碰发火山以后 火山口形成的那个湖 后来地质的演变 然后 好像现在就剩最一个了 剩最一个这样的湖 那叫天池 燕荡山就是说 燕湖这里 这个有芦苇啊 什么 这个秋天燕子来 在这飞啊 就是燕荡山 燕荡山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 根据燕湖来的 好的 我是蓝金老羊头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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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